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现在请教汤顺奎老师 在一位的仪 台北股市最高的时候大涨 大涨168点 最低的时候跌41点 收盘大跌2点而已 不用紧张 收在17065点的位置 指数穿一个短波段的 欢座的新高 一如汤老师所言 他站上季线之后 季线 季线可能有点杂 来 我把它画成一条线 你就看到了 站上季线之后 我讲过了会持续的过关斩将 持续的加温 持续的温水煮青蛙 那擦空的行情会正式的展开 擦空有两种 一种是擦空手 别看人家在公里 一种是擦空头 放空的人 此时此刻会开始紧张 开始流汗 开始觉得这真的还是假的 空手的人会觉得 思绪还停留在此时此刻 恒大集团在大陆要倒掉 美国那个债券 不知道期限会不会怎么样 吸收了很多负面的讯息 那时候也大跌 那时候网路 报章 杂志 媒体 甚至有很多的分析师 都跟你讲要放空 跟你讲这个大盘没有救了 偏偏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 他老是神来之笔 真的是神来之笔 我就跟你讲过 他准备开始谈了 最低点不是蒙到了 是真的跟你讲 我们解盘都有图有真相 你看上看下看左看右 当天台北股市破底 没有人可以跟你讲 把握当下先赚再说 你说你会觉得老师啊 老师在破底 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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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赚再说 破底要怎么谈 因为你的 也不能讲无资 因为你的专业度不够 经验度不足 台北股市的小白 我即便是说破了喉咙 但是当天看上看下看左看右 你看面所有的分析师节目 只有汤住鬼 把台北股市的 所有的疑虑问题恐慌 浓缩在浓缩成 你要的答案 简答题 我也没说第二个 我就跟你讲过 问了喔 漂亮喔 老师大盘破底要再漂亮 你看当天讲漂亮的只有我吧 我说会加空喔 我有跟你讲吗 我说会加空嘛 所以漂亮嘛 我说你要先赚再说嘛 但是你的心态会调次不过来 破底 先赚再说 破底 那么恐慌 要怎么谈 所以此时此刻 投资朋友在此时此刻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警舌 疗伤值透人还很做 一直到今天 台北股市持续的欢抖 我们回到电脑来看 一路郭关展降势如破竹 以浮浮前进 税步的方式盘间而上 到今天他创了短波段的新高 你一定还在怀疑 股市 那个叫做理所当然 因为股市就是在 最悲观的时候主底 W底 怀疑中成长 所以你还在怀疑 怀疑 即便是这根长红棒 我跟你讲 他定海神针 讲得又够明了 讲得这么明 灯不点不亮 话不讲不明 指数一路涨 说什么都是假的 你有没有先转再说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你还在怀疑 嘎空手 第二个 你吸收太多负面的讯息 所有报章杂志媒体分析师 包括网络上的讨论 哪一个没有叫你放空 哪一个不是跟你讲台北股市没救了 哪一个不是怎么样 相濡以沫 没错吧 只有汤树葵 到现在答案一路以来都是我对 那今天大盘大跌 两点而已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创始本破乱新高 我们在干嘛 在收割 财富重分配 先转再说 你有没有先转再说 恐慌自己 大来干 生来干 有的人想赚 可是呢 欲据还赢 尽相情缺 下不了手 追也不是 不追也不是 没有错吧 不要看我说你 我又很怕你追到最高点 来 那我们今天大盘大跌两点 对不对 我们看我们在干嘛 中探针 进产的人 我就跟你讲 种田的人 进产的人 中探针 对吧 买给你看 买完之后 当初有跟着我们先转再说的 你看一下 创新高 压回我也跟你讲 亮灯 没有亮灯 带到亮灯 中探针 进产的人 对吧 然后呢 再创新高 头也不回 出勤 今天11月2号 退场观望 水 收起来 财富重分配 他是不是赚钱的机会 是 那回首来时 消失路 当初的当下 他老师跟你讲 先转再说 先转再说 上车就对了 你不要想太多 有跟着上脚步来的人 足足又跟着两根半的停板 两根半的停板 收起来 财富重分配 他是不是赚钱的机会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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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 足远持进 花指数 最是人间 他留不住 收起来 财富重分配 今天大盘 大盘重挫大跌 两点而已 创一个短破断的新高 我们在干嘛 你说老师 那盖牌 盖牌看不出实力 先转再说 对不对 当天买当天掌停板 我也跟你讲 你要跟紧 我做给你看 这一档就没有盖牌了 清汤挂面 因为它够飙 它是强势股 攻击型的股票 先买 当天买当天掌停板 当天就把会费的问题解决完了 买完之后 一路过关斩将 一路肆无破组 公开验证 没有动位跟你讲 有没有 看法不变 做股票就是要这么有把握 你要找的老师 就是要这么有把握 做股票就是这样 你说老师好恐怖怎么样 老师股票舍不得换 你只要看破我讲过了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可是你说老师换股会痛 那套牢 指数你说会反弹 不用换 应该会被它拉上来 想太多 做罗马轮要怕招待 你就 你的股票不会涨 看得懂的人一定有原因 你至少先找我 我帮你换股票 所以当初来找我的人 我都是会帮他换 换完之后 跟上步伐来 亮灯 11月1号 又是没有亮灯 带你到亮灯 有没有 这当中盘整洗了死去活来 我跟你讲过了 我当初会帮你背那个十字架 洗盘是最痛苦的 我有没有说 因为他要盘整了 我告诉你 我会怕 赚这样子就好了 这样子一根停板就够了 我不但讲 我每天讲 你要看的股票就是这样子 哪个节目像这样跟你谈的 把你要的答案 简答题跟你讲 又是没有亮灯 带你到亮灯 你没贪到钱 你真的要去拨拨 那今天 今天大盘大跌两点 我们出 足足又是两根半的停板 快三根停板 谢谢收看 收起来 他是不是赚钱的机会 你有没有好好把握机会 机会机会机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你准备好了吗 会怕 你现在还在担心恒大集团吗 买也不是 卖也不是 看你吃米粒在发生 他是不是赚钱的机会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 红豆他生南国 春来他发起支 劝均多彩节 标股他最相思 再来 今天大盘大跌两点 对不对 短波段的新高 看我们在干嘛 10月19号 我说武康你都要报 这档股票要盖牌 万中选一 因为我要带我的单股 单股会员重压 单股会员就这样 只做一档股票 学费会比较这样 因为这一档股票 一定是万中选一 百炼成钢 千挑百选 但是你只要做好准备 上车就对了 我有吹我说到没了 我当天我每天跟你讲 有没有 那时候他还在等你 我有说吗 10月20号 10月19号跟你交 有康你都要报 康普 有没有 上车就对了 你可以很轻松的吹口哨上车 不用管大盘 有没有 讲完之后我让你买 重压三天 重压三天之后开始发表 单股重压 阿国基 500万来找我买康普 5000万来找我买康普 大盘把我标有基本名 有没有 让你买三天 够意思吧 买完之后开始发表 再标一根 连标两根 连标两根 重压完毕之后 再标创新高 重压完毕之后 人看啥 我都跟你讲 重压完毕之后 再标一根 连三根 这样就三支了 三支 虎山标 有看到没有 没有亮灯 带到连标三根 够不够意思 这不是你要的吗 今天初清 跌停 拜拜 去头去尾 你也40% 四支暂停吧 有水吗 拜拜 收起来 财富重分配 这不是你要的吗 这是不是赚钱的机会 我有跟你揪吗 有吗 我有嘴我说到没了 你刚才报康普 现在 现在我买的时候 大颗颗 小颗颗 我会告诉你 你跟着我来重压 莫筹 前路无人问 一彪成名 天下之 初清 拜拜 水 这是不是赚钱的机会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 康普 前四五百次的回眸 你又换得金身金式的擦身而过 每每先开神秘的面纱 你就赚两亿 一个失忆 一个回忆 来 回过头来 还是要打完今天跌 还是要跟你讲暗图所记 我们踏雪薰 没一些股票 连电 没人在说对吧 之前很多人在这边讲 叫你用力买 结果你看 跌下来之后他就不讲 那不讲我就来讲 很奇怪 看汤老师讲会不会动 57块2 讲完之后 59块4 60块8 对不对 61块9 对不对 跟着我来做 因为资金我们都会压很大 因为这个量够大 先短出一趟 压回来等他准备怎么样 再来买 今天又买了 已经变成一个W底了 看法不变 现在有没有跟你讲连电 大涨之后你放心好了 你现在买 莫愁前路无人问 飙出去之后 天下谁人不适君 看汤老师的节目 哪一次不是这样 就如同最近 有没有人跟你讲这张股票 讲的人叫做脑袋 头卡两扇 老师啊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讲 你怎么叠成这个样 接天上掉下来的刀子 对不对 现在叠下来 很多老师都不敢讲 为什么你叫人家讲 对不对 叫人家买85块半长龙 买起来怪怪的 没人讲 之前这边很多人讲 96块6 到着2 97块2 到着2 看法不变 到着2 101.5 开心鸟 100块4块 11月1号 今天呢 100块7块半 竹竹回首来时销售路 老师啊 85块半 买得够专业 你的会费怎么算 这种电话如雪变满费 做股票 真的要跟别人不一样 这时候赚钱的机会 我没有看白 花开不同散 花落不同杯 余问相思处 花开花乐时 你就差在没有跟着我来中压 没有错吧 你为什么跨不了出第一步 为什么跨不出去 会怕 跨出去之前 老师啊 听说要放工 老师啊 听说那个恒大集团很恐怖 要跨出去之前 老师啊 我套牢股票叫我换 参加之后一定会换 会痛 还是那句老话 套牢股票啊 你一定要换 如何华力转生啊 他需要专业 这档股票 你看 我现在有钱 我说到没了 数大便是美 你要把握机会 他是转机股 有没有 讲完之后呢 开始动 有没有 讲完之后 有没有开始动 讲完之后 有没有开始动 有嘛 再创新高 讲完之后呢 我说他还会再飙 今天再创新高 一飞冲天 花航 数大便是美 花航 来 看一下是不是花航 数大便是美 花海嘛 对不对 一片花海 多漂亮啊 转机股 当初有嘴 我说到没了 我有跟你照过 买给你看 暗表超客 是不是花航 你看 你放心好了 明天开始又有很多人讲 是不是花航 买的时候 买的时候不会动 很好买啊 标出去之后 你放心啊 很多人讲 花航 转机股 再创新高 是不是花航 是不是一飞冲天 你为什么不在车上 前四五百次的回眸 又换得金身金式的擦身而过 还有股票要飙 你要不要跨出第一步 下定决心 你只要有心啊 什么都好谈 一酒无价宝 难得有心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 回来继续请汤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标普俱乐部 再把时间交给汤老师 赚钱啊 要企图心 要经验 你会输啊 赚不到钱啊 就是因为经验不够 那经验不够的人呢 什么叫做散户 散户在日本里面啊 它叫做提灯笼的人 为什么要提灯笼 黑黑看不懂你知道吗 所以他提个灯笼 他看到什么他就想买了 看到象腿 这个可能就是 看到象屁股 这个可能就是 认为是什么 赚物就这样 群龙无首 勃勃手了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赚钱 辱人世人啊 何患无财 这句话我把它送给你 就是你不会选股跟对了 来 加入汤老师的line 小老鼠F8个8 FB标股俱乐部搜寻一下 小老鼠F8个8 在这个line里面有很多标股的讯息 欢迎加入汤老师唯一的官方的line 小老鼠F8个8 那里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来 持续的暗途索聚 持续的踏雪寻眉 韩信点兵一些股票 来 赚钱就是这样的 你看我解盘 天塌下来 大盘我还是要带你赚钱 对不对 你看这一波天塌下来 你如果跟着汤老师来做这档股票 它跟大盘什么关系 45度的阳角看到没有 这不是除全息 它是交分割 股票分割 我从分割之前的多少钱 500多块有没有 500多块还记得吗 585块 带你到808 这样多少 808 这样就要300块 200多块 那分割之后每天跟你讲 又是从多少 372块 10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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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今天625 又是快300块 300块在分割之前的 200块 500块 那分割之前是500块讲的 等于说涨一倍 两岸原生提不住 标股它又已过外中山 我每天跟你讲 爱扑爱扑爱扑 爱扑爱扑 爱扑才会贏 你为什么不敢扑 老师啊 你不知道恒大集团 那边网路都有写 很恐怖 大陆说雷曼兄弟第二 千万不要买股票 好吧 那你就慢慢玩吧 反正我讲过了 看人家吃咪 你在化修 那是散户的天子 既然是你的天子 你就好好的看我们赚钱吧 来 一拳 全心全意 你不来找我 照顾不了你 50块10块4 买完之后亮灯 活着负责表演 希望你闻乡下 讲回头事案太难听 对不对 改邪规政也太难听 就是一起来赚钱 对不对 跟他们讲 出完之后跌停 开始买 老师啊 一直买 往下买 老师啊 买到手来买到脚来 看法不变 老师还在买 老师啊 洗完盘了 真的还假的 老师啊 听说恒大集团要抖起来 老师啊 听说恒大集团 雷曼兄弟第二 老师啊 听说美国债券 这个怎么样 老师啊 听说美国会回来 这个通膨会回来 老师啊 听说提前那个缩表 千万不要玩股票 网路上都这样写 很多老师说要放空 今天 要我讲什么 今天大阪 跌两点 今天他亮灯掌你买 开盘这么坏了 好不好 一路过关斩价 老师啊 这里买到手蓝买到脚蓝 买得够专业 你真的很敢买 不是真的很敢买 因为你对他够了解 小建策 我有跟你讲吗 讲到建策 我讲过他的军热片是 台湾一等一的好产业 我有讲吗 我讲的时候没有一个分析师讲 10月5号 报章杂志哪一个跟你讲建策 都是后来才讲的 你看到没有 又是领先全市场315块 340块 360块 对不对 压下来看法不变 我讲过洗盘 洗盘 你看我每天讲 三不五十跟你谈 创新高365块 382块 3197块 又是一路过关斩将 老师啊 没去啊 要办公啊 老师啊 放空听说很好赚 403 老师啊 要办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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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欧欧 四百十八块 有没有领先全市场 你说老师啊 你都盖牌 看不出实力 这堂国家有没有盖牌 我领先全市场跟你谈 哪一个分析师敢跟你谈 不敢讲 都是后面涨上来才跟你谈 建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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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时候你看 莫愁前路无人问啊 一标出去之后啊 天下谁人啊 他不是君啊 哪一个不是跟你谈建策 讲到口沫 横飞 舌头 土莲花 大涨就是这样子啊 买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跟你谈 这就是你要的嘛 对不对 光阳科 对不对 也是一样 一路跟你买 一路跟你买 一叠哦 翻快一点 一叠 一叠 今天创新高了 对不对 昨天亮灯长你买 有败吗 败败哦 都是没有亮灯 带不到亮灯 所以为什么来找汤松维 都是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国师涛科 很久没介绍这盘股票 我们今天在买 在加码 叫做大铜 从崩盘到现在 我们股票是这样 45度的阳角 是不是这里 是不是这里 黑黑的时候跟你讲的 你看我都是不是展停的时候跟你谈的 很好买 中间一叠我就不讲了 看到没有 一路过关斩将 四足扩足 拖也不回 那这个地方买得好不好 你放心好了 不要出去啊 又是很多分析书不在分析以来 哪一个不是会跟你讲大铜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来找我汤松维都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股市涛科 因为我一而再加三的表演领先全市场给你看 你是跟还是不跟 你有办法领先全市场 坦白讲在这个赚钱的路上 你已经赢一大半了 赢在起跑点 老师啊 不能这样说这支 从头到尾全市场就你有在讲巨翔 二十几块三十几块讲到多少钱 六十几块 听错你外号叫巨翔汤真的还假的 四十六块我们来看看嘛 我负责表演嘛 也没有贴啊 对不对 因为只有我讲 你一定觉得买起来怪怪的 大家都在讲 臭热闹你就买得很高兴 臭热闹就没钱赚了 四十六块八 俊翔 五十四块八 五十六块半 五十七块 有没有 每天告诉你 老师要回答 老师要半看 很多老师说要放空 很多网路说要放空 这个盘没救了 五十八块 五十八块八 有没有 五十九块三 五十九块八 六十块 老师要半看 要半看 要半看 很多人说要半看 你半看两看 六十三块 初衛跟你讲 买回来跟你讲 六十八块七 人看涨 今天创新高 六十九块了 三十块 一路过关涨 叫六十九 人看涨 钱啊 原来是这样赚的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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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讲吗 这不是你要的吗 爱普就不用我讲 你看 这一段我就不讲 你看 光讲这一段 三百七 一路 没有亮灯带 你看到亮灯爱普 汤老师的外号最近叫什么 爱普汤 全市场 谁做爱普 能够精准的掌握到 一路波段 叫做波段 你才有办法 财富重分配 最近很多人讲细致 才都讲后面那一段 我们从底部进场 带你上来的 什么叫做大赚 你看我的节目没有大赚 你自己去拨拨 你真的去拨拨 有没有 你到底要跟谁做 谁能够带你财富重分配 你说老师说盖牌看不出实力 这张股票从头到尾都没盖牌 爱普爱普爱普 重点来了嘛 我也不怕你买 因为它够飙 你一定会被洗掉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这张股票今天开牌 数大便是美花行 对不对 花海一片 转机股 我有跟你说吗 我有跟你说吗 今天直上云天 又插了一根半的停板 有参加到没参加 就要插一根半的停板 有没有 按表操课 按表操课 还有股票要标 你是跟还是不跟 挂出第一步 一事成主顾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家政却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人告 独立判断 并且继续付投资光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